大家好,我是五仔,這一節真的要認聰才行 叫人買股票這一隻我都算成功了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Ivan Sir出來,Ivan Sir Hello,你有什麼這麼聰明啊,五仔 我很低的時候叫人入TVB,2.6的時候叫人加注 現在升到多少錢? 你變了股神了,現在多少錢給你看 現在去到十幾元,十二元 十二元 十三元 那時候最低多少錢?2.6元 今年最低2.6元 我在2.6元下跌到跌跌的時候,我就說入了,傻瓜 你通關不是不升,馬上噴噴聲 我有錢我都買,我在外國也買 那你是今年的財神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今天說這宗新聞 有個網友,有個網友告訴我,五仔 其實今天很多人跟我說,不是一個半個 說TVB升到很新鮮 然後我說,你買了嗎?我聽你說買了 兩個6.5元的時候買了,真的 你現在十二元,十三元,哇,這裡厲害 是啊 幾倍啊 你買十萬元,小小的,十萬也賺到三十幾萬 喂,沒說之前,大家給個like,subscribe 和share,五仔的channel,先不要開玩笑 可以的,有的,他們乖的 知道的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呢? 還有,應該不應該再追下去呢? 我們當然是問這個投資專家 前幾天我都有說 我都說,一動的時候 我也有說和你聊過 我都說,咦? 似乎有些景 那什麼呢? 你說吧 是的,就是這個TVB 他一直在跟上海、東方那裡合作 上海、翡翠、東方 就廣播和淘寶合作這個直播大貨 他不是做電視生意 他是在淘寶的網站那裡 就開直播 一座做六個小時 不短啊 哇 他有時間才group 到一些人 他譬如他在吃飯 他慢慢group 那些人一邊買東西 一邊做自己的事 坦白說,我覺得一般 為什麼呢? 他第一場 他預計還有48場 他第一場有2350萬 哇,這個銷售 就是2600萬 港元也不少 其實他之前也做了一些前奏 有一個叫什麼輪住買 我不知道,我真的沒什麼看 這個TVB Super 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看 我不看 不,我偶爾看劇 現在想追求那套隱形戰隊 是啊 因為我之前喜歡的那些監製 那些人拍的 鐵拳英雄那些 劇場那裡 你問賺不賺錢 我覺得就很一般 你這種大水 哇,我真是太神奇了 因為我那次講TVB 我經常講TVB的事情 為什麼我這麼有感覺呢? 嗯 一去到低迷 然後那些人就罵 哎,該死什麼 你白癡 整個發達的機會在你前面 那時候 當時你不要拿錢去做首期 你不要賣樓 你買TVB 是啊 哈哈 你講的 我有預備了這個slide 你想想股神也有說 人家恐慌的時候 我貪男 他也說過的 之前2016年的時候 廣泛的恐慌情緒 就是你投資的好朋友 就是你撿平貨的時候 是啊 對的 他去年也撿了很多不少便貨 這麼多年來 你看看股神的成績 差不多20%的回報 多厲害 在這裡真的要講一講 我一次也撿了一些便貨 你現在的基金價格低 是啊 你自己也加住嗎? 不是最低了 去年10月的時候最低 12月也試過低過一下 現在都高幾個% 但是都是高過之前 是啊 但是都是便貨 是啊 都是便貨的時候 所以真的 什麼時候都 是啊 繼續說回 其實他什麼事 他之前 這個死 不想說死肥佬 不是 不是 我們親愛的曾老闆 這個 這個 說什麼 肥佬 怎樣 用他的名字 之前是一個輪住米 掌援人 Lady First 感謝祭 都做了650萬生意 多就不是很多 你看 你下面這些 陳豪更厲害 陳敏芝 這兩個都做了2500多萬 你真是少 所以 都整個4萬多張訂單 但我心想 4萬多張訂單 其實每張不是太多錢 你說做了多少錢 其實現在 他現在 他做了2350萬生意 320萬人看 就是說 有很多人 人次有485萬人次 大陸有很多人看 他現在 開始而已 但他想熱手 他這件事 老實說 他的勢子一上 就要谷進才做 這次是 儲了很久 是啊 這樣谷一次 喂 他這些 當然有些少少的宣傳的成份 但你無論如何都要打響頭炮 是啊 後來他還有得理 喂 你現在說真的 你懂貨 你說香港買這些貨 大陸買上去 這幾好生意 做這些水貨 是不是 帶香港貨 但是很多人都說 你 什麼 要求他 投票要求他 說回廣東話 哈哈 神經病 我不用 他做什麼人生意 就是 就是 他就是想 立最大的群組 但是真可憐 你想想 他在沉穩之下 由6時做到晚上12時 這個我不知道是否最低工時 6小時 挺辛苦的 真的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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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淒涼 我們做網絡的沒有辦法 我們都要出來 有時候直播一會兒 新光頸靚 真可憐 真是淒涼 人家那些年輕人出來 又不斷招 沒有辦法 大勢所趨 現在市場是這樣的主導 但是很多人就說 你開頭 昨晚出來的時候 都不是很多人看 去到幾點 去到晚上9點 市底 陳浩 一出場 整晚短短 1個小時 9點20點 就變了高潮 不是 有些人 有些觀眾緣 陳浩 原來出來 他可能之後 和他老婆 我猜他 有些人是瘦一點 是的 而且他馬上化身 唐心風暴 得得地 馬上說 怎麼賣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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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面前吃曲奇 吃什麼 這樣 展示了運程牌 真可憐 陳浩這些 這麼有檢點的男性 你說正不正 其實真的是為做事 他自己本身吃東西 都很檢點 喝咖啡 要你這樣吃曲奇 餅 吃那些厲害的 他都是 為生活我可以忍 是不是 我和你整個賭盤 你覺得之後 除了陳敏之 這些全部是TVD藝術師 什麼陳瑩 我也很久沒看 洪永成 還有什麼 崔如音 我覺得Yoyo會可以 Yoyo 我覺得他整個相 是在走運 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他走運 他是越來越順眼的 陳志堯 我覺得也是 他人氣也很大 在內地 當然很大 右上角這個是什麼 是蔡什麼鬼 我忘記了 右上角這個 右上角那個 越南越愛那個 不知道 左邊這個我差點認不到 原來是崔如 你這樣用 現在其實他的業績 還值不值得買下去 我引導你 講完這個題目 好啊 因為現在都十幾元 始終有很多人坐了艇 坐了艇 坐了艇 在那個位置 很高 跌下來 好像五十幾元 是嗎 是啊 真是慘 他最高 那些就糟糕了 是啊 他那時候最高二百多億市值 就是這家公司 是嗎 三、一、四年的時候 哇 然後一直跌跌了 一路跌跌 那當然是找曾志偉去救 找陳百祥去救 那時候他去救不了什麼 那時候他進去那時候多少錢 他進去那時候 我記得 一七、一八年 我也不記得 曾志偉進去救亡的時候 也不是 二一、二零 你當作二零 這麼晚呢 其實他現在已經高過他 他現在的市值高 他進來那一下 是啊 他不是進去很多年 就是這幾天 就是這幾天 夠了 就是叫有交代 然後退休 這刻就是五十八億 HTTV Mall 現在都很慘 只有六十二億 之前厲害一點 都是跌了 之前高過TVB 十幾元 是啊 風水輪流轉 不過這些不要緊 他們玩錢 這些沒得鬥 有些人說 哎呀 HTTV Mall又輸了給TVB 要浪費 不是啊 你現在HTTV Mall 想著怎樣 跟他鬥 4月中旬 想著試播 70條直播頻道 我心想70條 又說去到100條 我心想 有沒有這麼多人看 他都頗任性啊 黃維基 有錢賺嗎 做這些事情 其實真的沒有錢賺 是不討好 內地的直播帶貨 確實是靠主播的功力 人氣 你記得 之前賣唇膏 那個 平時賣唇膏 那個 賣唇膏 可以了 我不知道 什麼雪梨 那些很多 那些人就說 我今天聽蕭生說 我說什麼 其實這些是複製到的 你好像電訊營科 像ViuTV 他複製不到嗎 他一定複製到的 複製 有時候那些演員 你譬如 那些明星像陳豪那樣 他其實在電視來說 在大陸 根本他們是很有市場的 是 最紅 最紅是那些電視明星回大陸 那他有人認識 那其實你說 二千多萬 在中國這個層面來說 是小市牛刀 但是真的 小市牛刀 但是真的開了個頭 沒有的了 我叫你們買 你不懂買 你現在十幾元 我不會建議你買 我們什麼時候都不建議 是啊 看清楚 我們不建議人買股票 不只是這間公司 任何的股票 我們一向都是分散投資 是 這些我當是 兩個錄的TVB 我當是 那些什麼 比特幣這樣看 是 是 應該用這個心態 你就永遠沒有輸 是 一百分之一注 放進去 中了就開心 但是這幾天 這幾天 最瘋不是他 你知道嗎 最瘋是小市兄弟 只是今天 就是這一兩天 升了三四倍 是啊 你看看 我不太知道 小市兄弟和TVB 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 總之現在很多藝人 簽了小市兄弟 你看看 黃宗澤 黃浩信 郭俊安 黃祖南 全部都是簽了小市兄弟 這隻東西是炒了上去 炒了三四倍 很厲害 其實 我覺得 都是跟以前 什麼 東方魅力的那個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那個模式 他一個人做過 是 是不是這樣玩法 我不知道 東方 可能 你現在 他那時候 那些 Yahoo.com 那時候 就說 多少點擊 有多少流量 那時候就沒有盈利 那些真的沒有盈利 那些Yahoo 那些Yahoo 那些真的 Yahoo有 但很多都是沒有盈利的 那是靠多少嗎 那時候 Leo那時候就說 我有多少點擊 有多少 就有多少 就會帶到多少的廣告收益 他們覺得 東方.com就可以賣廣告 那些網站 但其實現在周街都是網站 是嗎 是嗎 不同的 現在的炒法不是 真的有盈利 不要開玩笑 現在他說的這個大貨 這幾天都成 二千多萬 他說你48場 其實這裡 差不多11億了 你當你11億 我分回兩三億給TVB 那 好啊 現在這幾年都虧錢 對不對 就是有錢賺 是的 開一條財路 是的 其實我經常說 有些股票 如果一向是虧錢 或者不是很賺錢 你突然間 靠這些光環效應 明星效應 這些 引導那些人去 什麼呢 確實呢 真的 冷船都有三分釘 不要開玩笑 是 是嗎 所以那些網友就說 不是 我收得不太好 都不太聽到你說話 不過不要緊 你錄而已 你那邊錄而已 不要緊 所以那些網友 看看那些網友說什麼 他說 哇 你錄六個小時 真的很辛苦 不要緊 你繼續有什麼說完 是啊 做什麼 佛吊場 消費了一千元 我都差不多六個小時 每天 那當然有 你什麼 給個like 大佬這麼辛苦 是不是 就是 他們說 就覺得 好像不夠親切 要 不是要支持 演藝人 是 當然 就是說 建議精挑細選 有些公司不想做直播 不想帶貨就算了 其實很多都轉了 這個世界 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試一試 就是試一試帶貨 看看有沒有吸引力 有沒有東西翻 沒有東西翻 就不做 有東西翻就做 但通常都有東西翻 哈哈哈哈 我一向都不用 我現在退休 我不會搞太多不喜歡做的事情 我就是有時候覺得 好像江華那樣的帶貨 帶完之後 他自己都不喜歡他自己 我覺得 是啊 他帶完貨從大陸回來 然後就住在豪宅那裡 沒有再碰這件事 他們是演員 他又想什麼都試一下 但不是真的那麼適合自己 他做戲他找到那個成功感 有些人欣賞他 但是你一帶貨 你什麼 帶了一些注意性 講江華那次 我不是說特別 TVB這些不同 因為他有整個 他有整個商店 是不是有一個商店 他之前是收購了商店 有一個貨物 給他支持 他其實挺好的 這個挺贏的 他一早都說這樣 一早都說 叫你們買你 你不買 哈哈哈哈 但是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 那種心理 就是覺得這些有權威性 很疼的 大哥 是 是 那些明星 就是覺得相信這些明星 覺得這些明星 那些明星 真的好像一些東西可以 其實真的沒有關係 Ivan,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這邊的網絡很差 我要停止你的直播 我會在前面加一些 我自己對這條片的看法 然後會抽到足夠的去做 好啊 因為真的聽到我很辛苦 但是那些網友 在這個當中 其實應該已經聽到很多 吹水的內容在裡面 好啊 那叫做打發走大家時間 下次我叫買股票 你們就記住 要買了 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談 拜拜 拜拜 拜拜